好真的是网内互打比较便宜吗 我们持续再来看到在军队里头 其实都配有军用电话又称军线 全台湾呢包含外岛都有分机 以前早期国防部还发过小册子 写着是各单位的分机号码 讲公务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我们刚看到了范左线 却把自己跟陈以仁徐信正 多达四五十通的通联解释 联络公务这根本就不合常理 退休将领就点出了问题 因为呢如果是用军线 李江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查 二四小时全程录音 如果是串正的话更是全都录 长官用部队的军用电话 也就是军线交代公务 看看国防部在各网站上 公布的分机表 以国军英雄馆为例 台北到高雄或外岛澎湖 都有号码 只有六码 国防部早期有军用电话号码 摘入手册 包含总统府行政院 海军陆军总部都有 还有使用电话徐职 现在也是一样 各部队都有分机 方便联络公事 范左线被检掉 发现用私人手机 跟徐姓正和陈以仁热线 却攻称是公务 不合常理 主因就在 范左线所谓的公务 讲到四五十通 显然是私事 军线24小时录音 谈公务不用军线 反而用手机 是不是怕串政被抓到 在法庭上支支吾吾的范左线 供词是真是假 相信法官很快会查明 出镜新闻 黄云俊午前 仰台北众口不了